做得不好的,請各位告訴我們,我們會改,我們會變 我們看到昨天我們國民黨在立法院非常的團結 王院長講了一句話,這才像一個吧 我們這樣團結奮鬥,能夠把國家推上一個改革進步的道路 大哥怎麼樣?王院長昨天說變成一個黨,像一個黨 我做一個公民,國民黨的團結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我關心的是國家利益,憲政原理,憲政程序,這才有關心啊 國民黨團結,那是你黨員的事情,我關心的是大方向的憲政 我就舉這個昨天通過地制法,鄉政長官派做基要任命合理嗎? 現在台北市的區長,高雄市的區長都是要事務官的 你現在用基要任命,哪一天大法官釋憲違憲的話怎麼辦? 另外,第一點,第二點,大大違反行政所長的人事自主權嘛 我今天當了高雄市長,結果高雄縣進來的是鄉政長贏任 我怎麼做未來的高雄市長,台中市長一樣,這不是來黨的問題 昨天國民黨是贏了,贏得很光彩嗎? 我說在未來的剛事的一天而已啊,甚至不武嘛 國民黨的舉手部隊,哪一個不知道這是違憲的,心裡都非常清楚的 我說你這樣下去,這只有一天的高興而已 國民黨團結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我說這個問題是舉個例子,如果我繼續這樣幹 那麼過去為什麼美國牛,你不這樣做呢? 未來的幹法是不是要這樣做? 是不是要這樣做下去?告訴我們 所以這種方法只是一天的威爾綱效果,沒有事先的溝通 沒有跟反對方溝通,沒有跟民間溝通,這樣做 這種方式再做下去,我舉ECO法就好,是不是要這樣做? 如果ECO法問題,我敢打包票,民進黨到底跟你拚到哪裡 不惜流血,為什麼? 他也沒有他的立場,他的想法嘛 所以這一次應該得到交信,不是說 關係沒來說,國民黨的團結 那國家利益,憲政原理,誠息真意這麼重要 我覺得那比國民黨的團結更重要 中信不是學一的啦 威爾綱的效果哪裡是一天呢? 只有兩個小時,還會一樣 我不需要威爾綱綱,所以我講 但是我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馬英九啦 我覺得他昨天是難得一見的,非常的得意 然後他說這才是一個黨 他quote這個王院長的話 但是我覺得馬英九應該回去反省 你總統已經做了快兩年了 為什麼到今天拆相一個黨 這責任是誰的? 所以我覺得他洗上眉燒啊 我覺得太早了,回去想想 你到底哪一個地方有缺陷 今天蘋果的社群也不錯 他說你是人格上有問題 是什麼? 孤高而軟作,你一定 今天為什麼金曉道回來 開始有效應,為什麼? 我覺得金曉道在某些層面 補救了你的孤高跟軟作 但是我覺得一個人活到60歲 這個個性的瑕疵是救不來的 所以你應該說我還是我 但是如何讓他 我的瑕疵少見 我的長處讓國人看得見 來,好吧 我覺得政黨團結 對任何民主國家其實都是好的 但是關鍵在於說他為什麼團結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就是說你如果是為了政黨的利益團結 那我覺得這對人民是不好的 所以我常常講說 我的標準永遠都是人民第一 政黨第二,個人第三 可是台灣的政治正好是相反 政治人物都是個人利益第一 政黨第二,人民第三 所以馬英九如果高興是因為 他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 是一件對人民有利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團結是有利的 那我覺得其實國民黨要團結並不難 你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事實上國民黨裡面 雖然是牛鬼蛇神 但是某種角度來 他們都有他的利益在身 所以如果今天馬英九願 因為他有最高權力嘛 他其實如果願意花更多時間 在進行法案之前 就跟人家溝通 這種團結很容易達成的 你知道嗎 所以他今天很欣慰 國民黨能夠團結 變成一個黨 其實我覺得他其實早就可以做到了 你知道嗎 就任何一個法案 只要跟國民黨黨員事件先溝通 然後讓你講過話以後 你還不團結 那我就處置你 這樣反對也沒有話講 所以我們家不是只有 團結跟硬起來的問題嗎 對不對 你做了溝通的事情 第二個更重要的 那你對全民有什麼好處 你要講得清楚 絕對 如果團結是定位成說 末端的所謂 捍衛政策的決心的話 那麼他更需要精準的前端作業 這包含建立政策的智慧 跟行銷政策的能力 我覺得要先軟後硬 那個硬 那個團結才能夠彰顯 他團結的意義 我們今天特別幫你找來 而且我們節目今天延長個小時 已經快12點了 齊凱恩這很強烈的建議 你如果對於彈劾案到底該不該過 上網還是看一下 甚至明天你都可以去看 包括他前面四到七夜 講的就是他把陳聰明 把世茂林找來 一問一答 東西都是清楚 上面是有的 然後在第七 他去蔡竹雄的家裡面 整個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然後去防晃院的家裡 聚會又是什麼樣子 到了第十夜 他把當初你為什麼 重放了防晃院 法律的條文問題在什麼地方 都很清楚啦 所以今天我們都呼籲 觀眾朋友不要再分什麼難力 跟政治力 就回去看整個談得穩 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貫徹法治 法治政治的看法 每個人都不一樣 法律是單一的標準 那麼這個比較是不會雙重標準 剛剛說的國民黨團結 與我們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啊